- 酒准备好了吗? - 这一款特殊的特点就是他融入了茶香,他的茶香其实蛮浓的耶,我觉得一路口的时候是很清爽,跟他们一罐的,我觉得前面两款差不多是很清爽的,泡沫是比较绵密一点点,然后带点甜味了,然后茶香我觉得是在后运,就是你喝完以后,稍微吞一下那种特意以后,那个茶香才会跑出,然后呢,他们这一款, 是来自于南投的乌龙茶,跟宜兰格马兰的琴酒,他是两个去混合,然后他的趴数好像只有三趴吧?对,趴数比较亲人一点,而且这夏天喝好舒服哦,夏天啊,你很热的时候,然后是吃饭啊,想小酌一下,今天没有想要喝得很醉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因为他趴数不会很高,你不会觉得负担很大,对啊,尤其是现在如果最近大家这个在家的时候也好啊,夏天去海边啊, 或是说跟朋友去爬山啊,我觉得都蛮适合的,我觉得他们的这款调酒啊,因为他有气泡,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冰镇过后喝,冰镇过后喝,他的那个清爽度,气泡感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有些人他会很害怕清酒的气味,因为清酒呢,他基本上算是浓度比较高的酒,都像做基酒嘛,那清酒有时候味道太强的话,你会觉得,呃,这个调酒有点可怕, 但是这一款呢,我觉得调的算蛮适中的,当然他不会让你觉得味道很强烈,也不会有我们之前说的那种香料味,对不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喝过一些,我们真的很害怕一些香料味道的调酒,等一下,现在呢,他们是到9月7号,在7月7号都买得到,对不对,这一款是限量的,限量,所以他并没有压一个日期, 就是说,这个夏天,真假的啦,现在已经有,所以我现在喝一瓶,少一瓶的意思,没错,就是喝一瓶,少一瓶,他从7月10号开始,已经在7-11限定有翻售了,另外一个活动呢,是在8月30号之前,如果你买了Coverland的这个乌龙苏打调酒的话,上传到你的IG story,然后公开tagatcoverlandbar.cartel,就有机会得到这个五茶礼盒,限量版的哦,什么是五茶礼盒呢,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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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非常可爱,他们的包装我自己真的觉得蛮喜欢的,非常可爱,而且你看后面还有一些,南投,太开心,这就是为什么找微醺之夜,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现在来开箱给大家看,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明信片,大家来找查,对,两瓶的乌龙苏打调酒,再加上,一个,超可爱,非常复古的绿豆糕, 好酷哦,很台湾耶,我很喜欢这种,把台湾在地的各种好东西结合在一起,对,真的很厉害,对,很大耶,很大吗,很大,嗯,这个好怀念的味道哦,然后你配一口酒,很舒服耶,有绿豆那种,坚果种子的香味,嗯,茶味更明显,嗯,所以大家其实, 真的可以拿来配甜点耶,不错不错不错,祝福大家tag他们,之后可以拿到这个礼盒,因为他们这一次其实是想要走那种,新式与旧式的一个传统文化结合,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找找一些传统小吃,传统甜点,比如说羊羹啊,绿豆糕啊,饱咪香啊,其实来配配这个,我觉得会非常大,尤其是茶类的酒,我觉得非常的推荐, 最后面呢,这个优惠资讯分享给大家哦,嗯,在9月7号前到7-11任选三冠,这个哥马兰的调酒呢,就享有优惠99元,这个大家一起,边喝边看,边听我们的微信职业,没错,对,大家可以先买一下囤货,9月是不是那个,还好我们家已经有一箱了,9月是中秋,对,配烤肉应该不错哦,那相关的这个讯息呢, 会放在资讯栏位,那如果忘记时间内的人,可以再去看一次哦,最后面再次感谢哥马兰,感谢哥马兰,回到我们的微醺之夜,第四季,第一集,这一季呢,决定邀请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听众朋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YouTube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故事,因为说实在的,我跟制作人,我们两个在聊节目的制作的同时,我们一直在缅怀过去,我说过去是我们年轻,小的时候还会听广播的那个日子,然后我们在聊节目的制作的同时,我们一直在缅怀过去,我说过去是我们年轻,小的时候还会听广播的那个日子, 然后我们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期待,有一天做的节目,是可以跟观众有非常直接的连结,比如说Coin进来,我们小时候最爱听了Coin了,所以如果有各种你的故事,或是你的疑难杂症吧,想要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的,欢迎私讯我们的Instagram,都会尽快回复,然后把您的故事简单的用文字分享给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可以在空中相见,没错,接下来就要欢迎我们的来宾了,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Bibi, Bibi,哈喽,欢迎,哈喽,我是Bibi,这一次呢,邀请Bibi来跟我们一起聊关于交友软体的一些故事,有序的故事,Bibi有非常多的经验,对不对?对,因为我在交友软体上遇到蛮多奇奇怪怪的人,光怪陆离都被你发现了,我们想问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契机,就是让你开始下载交友软体,然后开始使用交友软体,其实这个契机蛮奇妙的,因为我其实对交友软体一开始是,暴时的就是蛮反感的, 所以我就觉得交友软体上面感觉都是一些很怪的人,但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份工作是需要去了解交友软体的内容,可是我就想说因为我本身没有用过交友软体,然后如果我在陈述的话,我觉得有点,就是怕没有那么的客观,对不对?所以你是秉持一个做功课的人,对,一开始是这样,但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好奇的, 那我们马上想要问,就是在使用交友软体这段时间啊,想要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个您觉得最荒谬的故事 应该是有一次有人认识一个男生,那真的超级无敌荒谬的,就是聊一聊就觉得其实彼此就聊得还OK嘛,然后就是对方都会认为要不要出来见个面,对,那我就想说反正正常步骤就是这样,交朋友,对对对对对,那就可以见个面这样子,然后他也是就是人模人样的,然后也是开好车,你知道吗? 然后他年龄大概几岁,他的条件讲一下,三十出头吧,三一三二,这样子是斯文文的这样子,哦,斯文的亲手男性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先去背头吃那个很有名的牛肉面,对,然后后来,你不要只关注这件事,吃的,还不错 去吃牛肉面,他开车去载你,然后你们一起去背头,对,他开车,对,然后后来说完之后他就说,那可以聊聊天,然后他就把车呢,开到智林凡 反正有一个,反正他就停在一个地方,不是不是,就是路边,哦,路边,哦,蛮学性的,对,就是我记得那时候九点多,十点多,晚上,对,然后他就停在路边,然后就开始聊天嘛,然后他就聊出什么,什么以前他约过会的女生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跟我聊这些,然后他就问我有关于性方面的事情,就开始聊到这些,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嗯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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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我就心想说,这个人好像,什么有点奇怪,嗯哼,然后我,可是我,我就想说,啊,那我还是听他讲,我就是,我讲的不多,我都听他讲,后来他就是说什么,嗯哼,以前他的女伴都很主动啊,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就开始摸他的下面,你说他自己摸吗?对,就是他另外一张都很主动啊,然后什么,他们第一次就,就做了这样子,啥?还在车上欸?对,对,那怎么办?然后我就超尴尬,嗯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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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不只摸,他还把他拿出来,哦哼,那你刚下没有很害怕吗?而且他还抓我的手要去摸,我超最无敌惊恐的,那他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没有,我就开车门,我就走了,天啊,我觉得他很危险哦,我就抓了一个很怪的人,你知道吗?所以你开车门走,他没有去追上去什么,就是是安全的?没有,他可能会觉得我也,我不知道他自己的经验是怎样,可能真的有人就跟他怎么样,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我,我怎么会这样,我觉得很可怕耶,因为他如果门是锁折的话,其实真的非常危险耶,所以刚刚那个经验是你的第一次出去约会吗?约出去吗?不是,不是,所以直到碰到那个经验之后,你会更加深了自己对教软体这种,觉得在上面都是一些在玩玩的啊,然后想要要求一个性抒发的一个玩到吗?还是你觉得再给他一次机会试看看? 其实后面我还是有认识一些人,但是会变得比较小心,就是如果要出去的时候,就是会很警惕 那你之后有透过教软体发展出恋情的经验吗?有 哦,真的哦,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故事?但这个也很荒谬 下一位荒谬到谁?就是自从我跟这个人很开车,我就再也没有玩教软体 哦,他最后一天倒茶 那是荒谬的据点 因为我们是在教软体上认识嘛,差不多聊了几个月吧,三四个月 然后后来就觉得还蛮气和的,然后后来就在一起了 后来第三个月我发现,她其实还有在玩教软体 那就代表说,她也是一个期日导嘛,请她找到继续教育 那你有问她为什么她会持续使用吗?说不定对她来说这真的是交朋友? 没有,她在上面就是约会 真的假啊?所以就是被你发现,因为我有看她的手机 后来发现了以后,你们就是争吵,然后请她把她删掉吗? 还是你们有什么样的过程? 对,我也要请她把她删掉 可是她当下就是跑她删,然后后来又把她拽回来 诶,可是那你刚跟她开始用教软体认识的时候 也是从约...开始吗? 我跟她吗? 对对对 不是咧,不是 哦,那她怎么会是下定决心要跳脱出成为一段关系啊? 嗯,其实后来我发现她有很多段关系 你说同时吗? 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好好跟其他人也在一起 就是都发展关系这样子 然后同时她在交友软体上面又持续的找一夜情这样子 对,其实我从发现她这件事到我们分开的时候 其实我跟她在一起快两年 两年? 这么久啊? 对,所以... 所以中间你们一直在就是争执 你不愿意接受她有很多段关系吗? 对 但你们还是之后还是持续在一起,曾经两年呢? 因为那时候就是小孩子就不懂 鬼哲言 对,鬼哲言 对,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像她这样子 像Vivi说的这么会讲话 或是这么有手腕的人 她可能在感情中她非常知道 今天我必须要让一段关系 就是我的另外一半 愿意跟我交往 然后也愿意让我拥有我自己想要的自由 我觉得可能她有她的手法 对 你可以跟我们举一个例子 她怎么样去说服你持续跟她交往? 她其实没有说服我 我觉得渣男就是有一种 独你离不开她的心态 所以她可以折磨你 天啊! 那最后压倒这根稻草就是说 我们正式分开 对,分开是同一个原因吗? 还是有发生别的事情? 对 其实那是一种追击 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爆发 我跟她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我是处于一个蛮闲的一个状态 所以当你很闲的时候 其实你会focus在你另外一半身上 比较多 对,所以你的情绪或你整个人 就会被她拼得走 我跟她生起来那段时间 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 所以当你的人生有一个重心 然后你不在另外一半身上 其实你就会觉得她这个人 这个可有可 就是因为这个CC 让我决定就是 要跟她就是特定的段牌关系 我觉得很棒欸 因为其实你是花了两年的时间 从一个可能没有人生自主权的人 的重心完全在她身上 然后到后来离开她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 你应该就是 要帮助自己 离开那一个关系里面 她有没有崩溃 然后我想说 什么? 你竟然已经拖出我的熟悉心了 应该不会吧 就是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 我就一足无探了 我就把她拔掉 然后她后来就是 还有持续的找我大概半年的时间 我跟你讲 渣男真的是 不放弃 天哪 她明明就有很 自己有很多限不是吗 对而且我跟你讲 我刚刚在一起的中间 她很常跟我讲的那句话就是 那你可以不要啊 你可以走啊 反正我有很多 她就 她会直接跟我讲这句话 是没有在怕的耶 制作人你怎么看呢 渣男我自己觉得有分两种 有一种算是这种 暖男 然后她可能是比较空调的 中央空调型 中央空调 对她对每个人都好 但是自己可能有一点点 觉得这样子不好 然后像她这一款遇到的类型 她可能觉得 我这样也没有不好 反正我就是这么棒 第一款是会觉得愧疚型的 对对对 然后第二款是她自信爆表型的 对自信爆表型的 她也不一定特别暖 她就是自信爆表 然后觉得反正你们就来爱我 你要嘛就爱我 你根本就走不了了 哇 那就是这种独特的坏的魅力啊 哈哈 多多少少就是会吸引了解大家啊 但确实 我觉得Vivi 你应该也是觉得 其实自己走过这一招 也是一个经验吧 经验值飙升啊 你现在有没有比较会看男人了 其实我跟她在一起两年了 在当下就是很痛苦 因为中间还有发生很多的事情 可是当我觉得我走过来之后 其实我还蛮感谢 那一段感情的 我觉得让我 自己也学得十道难度 现在在看很多的事情 你就会觉得 在看得更清楚 而且也会觉得 那件事好像也有什么 这个爱情的经验值增加了 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 如果你在交友软体上面 她说哪句话 或是她有什么样的行为 就表示她是那个渣男 但我们的家的定义是 她同时会脚踏好多条船的那一种 我觉得是很阴晴的 我觉得她是一个时间很多的人 她就是 为什么她做什么 她是脚伤 她时间那么多可以来 置入我们微醺之夜啊 哈哈哈哈哈哈 当女生有需要的时候 她就是感觉可以立马出现的那一种 所以还是要去观察 就是也不一定这种人 就是对你是真心的 没错没错 我自己觉得听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 当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重心的时候啊 这时候你就比较不会 这么需要别人的关注的时候 对 你就比较不容易掉入这种圈套里面 没错 那我这边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要问 在交友软体里面 有没有让你认识到 还有继续聊天的朋友 有啊还是有 还是有机会可以认识到好朋友 因为在上面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只是想来 一夜挺或是 或者是怪人 其实上面还是有正常的 那你自己现在还使用交友软体吗 我已经没有使用 没有使用 因为那次那个渣男伤你伤太深了 其实我现在就会比较挺像是 我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朋友 就比较不太会在透过网路上认识朋友 对 那你觉得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就是你选择现在用现实生活中认识朋友 我觉得网路交友其实会有一个陷阱 因为你就是透过文字嘛 不然就是透过声音 其实你看不到这个人 你也不知道他的表情 因为有时候表情或者是他的动作 其实可以观察这一个人 可是当你用文字或者是声音的时候 其实也看不到这个人他的整个状态 对所以如果当你自己真的还是设置卫生的时候 或者是你真的还不懂怎么看别人 或是你经验没这么多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会选择要使用交友软体 因为真的很容易被骗 对 我觉得这个反向思考蛮好的 很好欸 我觉得很棒欸 等于是虽然说交友软体有他的 就是对BB来说有他的不上手的地方 就很容易会落入陷阱 但是确实也因为碰到这个大魔王 你现在就非常知道在感情中要如何拿捏 然后包括自己也找回自己生活的主导权了 然后会紧接着在生活中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另外一半 或是对象 然后或是朋友 我觉得非常棒欸 今天谢谢Vivi来到我们微群之眼 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关于我觉得算是惊悚 我真的瞎翻了 谢谢 拜拜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这个第一位参加的 太精彩了 我整个腋下要流汗欸 我光看到他说的那些 我就觉得天哪 但是我觉得我相信交友软体还是有非常多美好的故事 对我们之后还会邀请三位朋友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到底交友软体是真的都是可怕的阴影结果呢 还是会有美好的故事呢 之后呢会在微群之夜的下一集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的来宾目集还在持续的招募中 所以呢 都可以私讯到我们的微群Instagram 底下都可以留言 然后告诉我们对于这一集的反馈 你有没有什么 惊人的恐怖或是甜蜜的故事都可以分享给我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